武汉这座大城市 它地处中国大陆土地的中央 为什么 它到上海 到北京 到广州 到西安 约莫都在一千公里的这样的距离 重中之重的地理中心 现在变成传染病的中心了 我对不起 马老师带我们来看到 这个病毒的阵阳 怎么会出现这么致命的巧合 居然还传出了 这个武汉肺炎的那一支病毒 可能来自解放军 全球警戒全境封锁 所以权力防疫 权力防疫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源头 你任何的疫情 你一定要把源头给抓出来 中间宿主抓出来 你才能让它不会再扩散 不会再犯 好 现在大家刚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说源头最可以祸首 是武汉的华南海淹市场 华南海淹市场 但是现在发觉 最早四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 到过海南海鲜市场 另外三个没去过 没去过它怎么会呢 这个就严重了 当我以为这是唯一 我把它堵住了之后 原来它是多元性的 对 好 第二个 在头40个患病人里面 现在又发觉有13个人 跟华南海鲜市场完全没有关系 全世界非常有名的赤鸽针杂志 他就说了 华南海鲜市场不是源头 当他一说这时候 全世界第一名的杂志 Science居然也说 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第一名 野生动物不是宿主 哇 这下就当迷糊了 迷迷迷 迷中迷 那谁才是真正的病毒来源 对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最新的发展就是说 是蝙蝠 好 武汉同济医院 正式开记者会宣布 他们认为是蝙蝠 以同济医院的能力 棒 一锤定音了 好 现在大家问了 是什么蝙蝠 这时候又有一个新的发展出来 有媒体 我先说是有媒体正式报道 但因为假新闻太多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媒体报道 他说当年 这个中共交给WTO的病毒 第一次没有传真的基因序列 第二次又没传真的基因序列 第三次才传的真的基因序列 爆发这么大的一个疫情 他们不是第一时间就把病毒株的序列给解出来了吗 对 送了三次呢 好 有媒体就报道了第三次送的病毒是基因序列对的 然后这个基因序列WHO跟他的Data Base 一去这个Mix 比对 居然发觉到 他里面居然有这个病毒 是当年的周三蝙蝠病毒 这什么东西呢 对这个是当年解放军他找出来的一个周三蝙蝠病毒 哇不得了了 从蝙蝠变成了周三蝙蝠病毒了 这时候大家正在追查 这个是不是真的时候 居然第四个又出来了 这就是华盛顿邮报说的 华盛顿邮报你知道他说了什么 他访问了一个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官 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居然给他讲说 这是华盛顿邮报 注意看 他说这个是武汉P4实验室流出来的 哇你刚刚从蝙蝠跳到了解放军 解放军现在又跳出来做P4实验室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 华盛顿邮报用了一个比较暧昧字脸 他说有可能出自其中一个实验室 好那大家就问了 什么是武汉P4实验室 我要跟他讲 全世界实验室分为四级 P1 P2 P3 P4 P4实验室是全球最高等级的实验室 不是你说要建就建了 那最高等级实验室能够容纳全世界 最凶猛的病毒 所以这个实验室很难建 但是现在大家就提出来说有几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 当初建的时候 本来是法国李昂的一个建筑事事务所 我帮你建 但真的要建的时候突然间就改成武汉当地的建筑事务所 IPPR来负责了 就建了工程单位改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时说好 仅在武汉修建这一个唯一的一个P4实验室 但是现在武汉不止一个生物实验室 现在有两个高级的还有几个小的生物实验室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从P4流出来几率很低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实验室里面流出来的 所以这个P4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在国际的直营声浪当中建起了第一座 后来怪就怪在你居然不让外国团队去兴建 你用一个跟解放军有裙带关系的工程团队去盖也就算了 盖了这么一座在武汉已经够了 结果第二座第三座还快马加鞭的进行 所以NATO 我心目中全世界最好的两个区块 一个是Science 一个是NATO NATO在2017年说 中方不需要一座以上的P4实验室 过剩的能力恐被认为用来开发生物武器 我要跟大家介绍 有没有可能从P4实验室里面跑出来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中华生心灵协会找我去演讲 专门讲P4实验室 我一上讲来看傻力大跳 坐了正中间的听演讲 你不知道是谁 替台湾三峡P4实验室打造的负责人 哇 马老师的这场演讲耍大刀了 他坐在下面听我讲P4实验室 哇 好 各位看 这是武汉的P4实验室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 它是四层 但它那里面四层是什么 是悬挂式的 悬挂式的建筑 对 四层里面是悬挂式 那为什么悬挂式 对不起 地震 没办法把我震了 我是悬挂式的 强烈台风 没办法震 就是晃一晃 它不会垮的 它不会垮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悬挂式 隔空 隔绝 对 好 它真正的那个病毒实验 它当病毒有好几个 几个细胞实验室 解破实验室的 但那个核心是在二楼 在二楼 那个只能天罗地网 是黑 外号叫黑洞 是 你进不去了 黑洞啊 黑洞 它只能把东西往里面吸 超级负压隔离病房的概念 对对 超级负压 好 我等会给你们讲 那它这个 第一层呢 它是污水处理 跟生命维持系统 所有的脏水 都要从这边 是 这水经过这边 全部是无菌的 对 第三楼是什么东西 三楼是过滤系统 所有东西经过过滤 四楼是空调系统 好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你如果想要进二楼实验室 你大概花半个小时 进去要花半个小时 出来要花半个小时 你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 你要脱光光 是 所有东西都不能有 内衣裤也要换吗 全部都要换 假如你要脱光穿太空衣 他们叫太空衣 对 它卫生就跟太空一一样 是 那如果你觉得你穿这个 不穿内衣裤不方便 它有公家的一次性内衣裤 我告诉你 那内衣裤穿完之后 你脱掉之后 先高压灭菌 让这内衣裤变成完全无菌的 再销毁 连这个沾到病毒都是剧毒的 还没完 我告诉你 你进去之后 头发是不能掉 当然头发要盖起来 而且戴耳机 耳机当时讲话方便 对不对 还有一个耳朵里面的东西 不能出来 当东西也不能进耳朵 戴耳机的 而且我告诉你 你洗的澡是化学沐浴澡 是用化学物质 才能彻底消毒 才能彻底消毒 你皮肤上的病菌 对 都不能有 还没完 你穿了太空衣之后 你个人独立的 它一个管支 你要连着管支的 对 你的管支连 你整个自己的呼吸种 是在里面循环的 是 它里面我告诉你 有紫外线式 有真空式 紫外线式工作 全部让细菌都不能存活 而且它气流单向交流的 我告诉你 它是负压格力的 还没完 它的所有门 是电脑控制上锁的 绝对不可能 同时开两个门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所有门都不可能 有两个门同时开启的 所以它非常非常非常 严密的一个 核中核 四中四 你看 它这个所有的管支 身上全部是管支 看到没有 它全部是透过管支 所以它的管支 全部是你独立使用 单向交流的 所以这是很严密的 那如果你对这个不严密就不行了 我们要讲个全世界最惊悚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就是纽约旁边的257实验室 好 257实验室呢 我们本来还不知道的 一直到有一本书 就叫257实验室 这本书一出来之后 变成全美国最畅销排行榜的第一名 书上写什么 书上说 居然美国人在纽约的旁边 纽约最繁华的 普拉姆岛上 建了一个动物疾病实验室 是 好 农业部嘛 农业部弄了一个动物疾病实验室 有什么了不起来 听起来蛮无害的 257 我告诉你 美国人这时候做了一件事情 他跑到德国去 德国不是第二次在那战败吗 希特勒在最后的时候 要做生物战 结果纳税的科学家 在毒生物上面最厉害的 美国人把纳税 所有最厉害的生物学家 器皿学家 毒生物家 全部弄来美国 就丢进了257实验室 是 所以257实验室变成全美国最大 病毒最多 号称最安全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结果在1967年 突然之间 纽约发生了神秘的压温 从来没听过压温 就得了压温 好 压温以后一查 就怀疑 从257实验室出来的 然后1966年发生了 震惊全美国莱姆病 莱姆病 我告诉你 会怎么样莱姆病 小贾斯丁就得过莱姆病 我们台湾 其实不敢讲 得过两次 两个例 得过莱姆病 莱姆病会怎么样 莱姆病呢 他一开始的时候 是39个孩子 12个大人发病 他一发病的时候 他声音会变薄 他全身会痛 他关节会萎缩 走路会摇摆 然后最后会出现神经症状 那当时把莱姆病的 关节炎病 因为他关节会病变 特别的明显 他身体会扭曲 但面对这个病 不知道从哪里来了 开始扩散 怪病 然后开始扩散到全美国 现在莱姆病 已经成为全美国 一个通用的病 好 就找中央塑组 中央塑组发觉是老鼠 老鼠神障有老母病毒 就又发觉到 是一个小虫 咬了 这个 钉咬了的老鼠 在钉咬你去运向 是 你就中了莱姆病了 好 问题来了 这个病菌 从哪里出来的 最可获守 又搞到257实验室 也是从这里流出来的 好 1999年 发生 纽约发生 更厉害的事情 13匹马 啪下 13匹马 暴毙 暴毙 集体暴毙 集体暴毙 然后一查 居然是 西尼罗核病毒 一查 不可能 这只在非洲才有 我们美国 没有西尼罗核病毒 这时候 13匹马一暴毙 发觉到 第一个 有人得这个病 人得这个病 然后就在 人得这个病的同时 就在257实验室的旁边 有一个纽约的动物园 动物园里面 大多数的动物 全都打下去 好可怕的 全都打下去 对 全都 我跟妳讲 撒住了 一查 就是西尼罗核病毒 从此 这西尼罗核病毒 啪 撕裂 但还好 这个病毒 它的毒性不算强 大概150个人 感染里面 有一个人 会变成重症死亡 就纽约那时候 这个1999年的时候 死了400人 但是你看 150人感染 有一个人会死亡 所以我告诉你 257实验室 把全美国 跟全希特勒属下 最优秀的病毒学 细菌医学 弄到这边来 研究病毒 后来发觉到 你知道为什么 细菌会跑出去 对啊 你固若金汤 怎么会败形猎状 竹藩不及被宰 发觉它房屋有裂痕 不但发觉它房屋有裂痕 而且发觉到 它空调系统外泄 这个很要命 它已经查出来 它的房屋有裂痕 然后空调系统会外泄 病毒是靠了 这两个地方 逃脱出去的 所以这一次 我个人认为 P4 因为它等级太高了 P4要逃出病毒的几率 几乎是零 但有没有可能 一听说还有些神秘的 神秘的神秘的实验室 甚至还有军方的实验室 有没有可能 这一次是从实验室里面 逃出去的呢 虽然现在认为 蝙蝠可能是中间宿主